Janet相当赞赏作月子文化,翻设自Janet脸书。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女星Janet谢怡芬与老公于2015年步入礼堂,并在上个月产下一次Egan为人母后她时常在脸书晒出当妈心情,并分享许多有趣小知识。 今日她表示终于从作月子中心出关,也大赞台湾的作月子文化,更分享了18件关于新生儿的小秘密。 Janet分享关于新生儿的趣事,翻设自Janet脸书。 在国外长大的Janet坦言一开始她跟老公并不相信作月子,但经过这一个月她发现作月子对新手爸妈来说帮助相当大, 对照顾小孩也更容易上手,她也与粉丝分享新生儿的趣事,包含婴儿一开始只能看到黑白,近视大约2400度,喜欢背包仅仅因为有安全感,就算没牙齿也要刷牙,会长痘痘但跟青春痘不一样等小知识,其中还经见一条她还不能开车。 Janet在后面补充这是老公写的,对不起她累了,搞笑举动逗乐网友Janet时常晒出儿子萌照,翻设自Janet脸书。 Janet也提到人的眼睛大小从出生到成人都不会改变,也应景地批腰出儿子正脸特写照,只见Again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模样十分惹人怜爱。 Janet在最后搞笑地说,当你看到Again的照片有发出哦的声音的请举手,好的,说可以放下了,谢谢你。